今天呢 我们就一块儿来聊一聊 汉武帝的爱情故事 汉武帝本名叫刘彻 彻就是彻底的彻 他16岁即位 在位的时间很长 有54年 仅次于呢 清朝的康熙跟乾隆 那么汉武帝呢 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一个 非常重要的君王 不过汉武帝当年出生的时候 他并不是太子 他的父亲汉景帝所立的太子 当然就是皇长子咯 皇长子是刘荣 就是繁荣的荣 可是呢 因为这个刘荣的母亲啊 丽姬他很受宠嘛 所以呢他比较骄傲 形式比较高调 他就得罪了汉景帝的姐姐 管桃公主 这位公主啊 在朝廷里边 那影响力可不是一般的 可是呢 这个刘彻啊 他的母亲呢 这个王美人就很适时务 王美人呢 非常讨好管桃公主 甚至于两个人啊 为自个儿的这一双儿女呢 还定下了娃娃亲 意思就是说 将来刘彻长大以后 就会迎娶管桃公主的女儿 陈阿娇 据说啊 年纪小小的这个刘彻呢 她也很会讨好管桃公主 她就跟姑母撒娇说 如果我将来真的能够娶到阿娇 你就盖一座金屋子给她住 那么这就是金屋长江 这个典故的由来 于是呢 就在管桃公主的大力的奔走下 到了西元前一百五十年 太子刘荣被废 两年之后抑郁而终 上位的当然就是刘彻了 这个时候刘彻呢 只有七岁 九年之后 也就是西元前一百四十一年 岸井帝驾崩了 那么刘彻呢 就即位 他就是汉武帝 后援三年九月辖子 汉井皇帝驾崩于魏阳公 足年四十八岁 刚届成年的皇太子刘彻及皇帝位 下诏尊祖母皇太后斗士为太皇太后 尊母亲皇后王室为皇太后 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时代 那么那位陈阿娇呢 果然也如愿以偿 当上了陈皇后 不过啊 说来很遗憾 这个陈皇后啊 婚后多年 就是没有生下一儿半女 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陈皇后啦 还有她的母亲管桃公主 都非常的着急 那么陈皇后在秦吉之下呢 就找了女巫入宫来做法 其实也就是很简单的求子嘛 但是这个事啊 被汉武帝知道以后呢 果然大怒 就在西元前130年 陈皇后被废 从此幽居在长门宫 其实我们看到当时这个长安城里边啊 什么女巫啦 方氏啊 神棍啊 人数不少 因为很多人都信嘛 这不是一个什么了不得的大案 但是汉武帝呢 好像有意在借题发挥 小题大做 这么一个小小的求子心切的案子 竟然牵连了三百多人 所以我觉得好像汉武帝呢 是借由此案 做了一次政治大清洗 把这个管桃公主啦 还有陈皇后 他们这一个派系的政治势力呢 全部都铲除干净 干净